《金融時報》 銀行業應對挑戰重在升級改造 2015年7月15日《本部關注5張活動》本部記者張活動當下 國內外經濟營製的變化、金融改革、產業結構調整、 金融業態演變均級銀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由新浪財經主辦的《2015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 第三屆銀行綜合評選頒獎典禮於7月9日在北京舉行 論壇主題也從去年的變革與回歸演變為今年的挑戰與升級 可見行業生存挑戰之大、挑戰重重考驗銀行發展 當下銀行業面臨的挑戰事前所未有的 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視會主席於學軍表示 這種挑戰來自三方面,一是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 金融風險不斷爆發,持續的經濟下行以及企業信貸風險不斷爆發 消耗了銀行大量的準備金,使銀行經營效益受到越來越大的影響 營利能力快速下滑,二是宏觀調控政策以及金融改革措施 對銀行形成明顯的擠壓效應,三是股票市場的異常波動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存款保險的推出以及一系列監管措施的出台 也對銀行業務結構、風險管控水平以及營利能力帶來明顯的影響 對此,中國銀行副行長朱學新亦表示,第三方支付公司 小泰、社區銀行P2P等新興金融服務主體 正在不斷地向傳統銀行的核心業務滲透和特為 逐步消解銀行的客戶基礎 在這種群雄續錄的競爭格局下,銀行的壓力越來越大 優化存量突破發展疾谷作為一個市場主體 銀行在國民經濟循環中主要發揮著中介的作用 所以,在新形勢和新挑戰下,銀行無疑必須升級改造 才能助力宏觀經濟的發展 並為自身穩定持續的盈利創造更好的條件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奕平表示 現在我國處於一個變革的時代 銀行業必須改變經營模式 才能成功應對挑戰 而談到銀行的升級 在長國銀行長台人認為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於傳統銀行如何再造 以應對挑戰、適應新環境 於學軍認為,業務結構變化將成為未來銀行升級的一大方向 他表示,銀行應當關注央企改制及經營情況的變化 政府類負債模式的變化以及銀行的切入方式 並關注成振發發展 地方、房地產市場的變化 按揭類貸款應該是銀行長期的一個業務重點 但需要更加穩健、嚴謹、不宜達非猛進 同時 還要關注小微等成長類企業發展 並開拓投資類企業 關注科技創新企業的發展 為其提供多方面的服務 從單個銀行來看 業務結構要有變化 從銀行業的整體設入 對此,中國建設銀行監視長國有強調了發展路徑分化 也就是我們已經看到的大型銀行將走綜合化經營的集團發展道路 而大部分中小型銀行將走特色化經營之路 單一行業的金融機構可能會相繼出現 而對於如何特色化經營及如何精細化轉型 廣發銀行行長李明顯認為 需要根據風險來定價 他舉例談到 很多銀行業轉向小微、小企業貸款 應當根據客戶類型來重定價價 這也是銀行持續穩健經營的關鍵 不是為了政策而政策 政策當然會吸市場、吸銀行、吸企業 帶來非常大的商機 但是銀行經營的本質 是了解並根據其中風險的本質 風險的內容來做這個定價 新元素注入銀行業再升級另一方面 除了現有銀行業務的加速改善之外 互聯網元素的注入 也成為銀行業升級的有一體現 對此 銀監會特要顧問楊海生談到 互聯網與傳統產業之間 應該是一種融合的關係 而不是一種顛覆和取代的關係 所以 傳統銀行利用互聯網技術改造 與互聯網銀行、民營銀行的入場 是近一年銀行業同步進行的創新 我們看到 以微殺行、網商銀行為代表的民營銀行 再推出第一款產品時 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個人小額貸款 這24社會各界對它們寄予的厚望 所在互聯網可以低成本填補 傳統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和 各人融資方面的空白 逐步解決傳統銀行在獲取 識別者一類客戶的信息不對稱 成本收益不對稱等問題 於學軍表示 對銀行業來說 互聯網金融理念的積入除了普遍的 P2P模式之外 最近比較引人關注的就是 微殺行和網商銀行利用各自的 互聯網資源優勢 解決中小企業和個人小雅融資問題 這對傳統銀行是一個很好的聶事